明明已經試過很努力減肥了 甚至上過外面房間的教練課 也很努力在做重訓了 嘗試過其他不同的飲食方式 但是為什麼 還是實時看不到成效呢 大家好 我是吳翔凡醫師 上一集我們是介紹 增劑的減重藥物 但是如果害怕增劑 那也沒關係 我們這一集會開始介紹 恐怖的減重藥物 目前常見的三種口服的藥物 主要是羅釋仙、康仙服跟瑞貝氏 真的有取得減重適應症的是 羅釋仙跟康仙服 首先我們先介紹康仙服的部分 它本身是由兩種藥物所組成 它裡面有安非他瞳跟納取瞳 它本來就是治療憂鬱症的藥物 但是後來被發現說 它有減重的效果 那它會進到你的大腦的邊緣系統 去抑制你的食慾 但是有些人不能使用像這樣的藥物 像它本身處於一個嚴重高血壓 或是它本身是躁鬱症患者 使用這樣的藥物就是非常不適合 那至於另外一種 在台灣喪失已久的減重藥物 叫羅釋仙 羅釋仙減重的原因裡 是抑制胃脂梅跟胃脂梅 讓食物中的油脂隨著大便排出去 然後達到減重的效果 為什麼它後來會慢慢的沒落 主要是它的副作用會產生一些油變 這樣的效果就是雙麵刃 那對於一般的上班族或是學生來說 其實會帶來不便 所以在使用羅釋仙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就是我們要使用低卡路里的飲食 或是盡量減少多油的食物的攝取 但是在特殊情形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選用這樣的藥物 新少年他沒有其他藥物可以選擇的時候 我們可能也會考慮使用羅釋仙 仿仙常使用的另外一個減重藥物叫瑞貝斯 那事實上瑞貝斯它本來是用來治療糖尿病的藥物 它是剛我們提到的 以妥占的口服版本 那我們使用這藥物的前提是 它需要有糖尿病合併肥胖 我們使用這藥物藉持可以達到 控制血糖跟控制它體重的一個效果 藥物總結這三個口服藥物的差別 第一個 不管它有沒有糖尿病都可以使用的 就是羅釋仙跟康仙芙 什麼樣的口服藥物可以用在12歲以上的病人 只有羅釋仙 那這三個藥物它們彼此的負重用的有哪些 不管是羅釋仙、康仙芙跟瑞貝斯 它們都會有腸胃道的不適 比如說噁心有吐 但是康仙芙偶爾還會有劇烈的頭痛 比如說有一些偏頭痛 羅釋仙的話 它可能會有出現一些油變的副作用 使用方式的話 瑞貝斯它是肥胖有糖尿病的患者 然後每次每天一定 康仙芙的話 會從每週每天一顆 然後慢慢加到每天早晚各一顆 然後會隨著時間慢慢再調整劑料 但是羅釋仙的話 每次一顆一天三次 減重的藥物基本上都屬於醫師廚方的藥物 所以它相對於背後來說它有一定的風險 我們在使用藥物幫病人治療之前 事前都會做相對應完整的檢查 比如說像是抽血 驗它血脂 跟糖化血色素 甚至幫它檢查超音波 看看有沒有脂肪肝 評估有沒有相對應不能使用藥物的一些絕對禁忌症 接下來之後我們就會開始針對我們剛剛所說的 四種常見的肥胖型態 給予對應的治療 不是每個人的治療都是使用同樣的藥物 使用同樣的治療的標準 每個人他的治療他都是客製化的 那在選擇怎麼減重的時候 我們記得挑選有接受過合格肥胖訓練的醫食 這樣對大家的減重才有一定的保障 前面有提過藥物只是一個推手 我們在使用藥物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包含飲食的控制、飲食的紀錄 跟適當的運動量 這樣才可以讓你的減肥路上 走得長長久久順順利利 我是吳祥門醫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手的資訊喔